当喜灰动漫女人后,她们会变成什么样?你绝对想象不到。 第一位登场的是费洋洋,她可是洋村的大力士,真正的力量强者,原本是胖胖的,后来特别喜欢锻炼,很快就减肥成功了。 鲁铁就是她的爱好,性格钢铁又忠厚老实,皮肤都是有黑的,与其他小洋不太一样,性格善良又乐于助人,与小洋们的关系很好。 她最喜欢美洋洋,或许是因为她是女生,肺洋洋是男子汉,变强就是要保护女生,拟人后的肺洋洋长得很帅,简直跟换头了一样,身材魁梧帅气有形。 第二位懒洋洋,虽然她很懒,但特别受欢迎,长得胖嘟嘟很可爱,看起来呆萌又傻笨,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吃东西,经常被灰太郎抓走,在她的那口锅里泡澡都泡习惯了。 灰太郎称呼她为小肥洋,基本上每次抓的都是她,喜洋洋又得想办法救,懒洋洋拟人化之后,整个身材都苗条了许多,但脸蛋却是Q淡的,看起来更加可爱稚嫩,谁不想有个懒洋洋这样的朋友呢。 第三位美洋洋,她是洋村的美女,也是妥妥的白富美,总是一副娇滴滴的样子,她特别爱美也很容易哭,一旦受到委屈就落泪。 美洋洋还特别爱美,为了变美吃了不少苦头,也给喜洋洋带来很多麻烦,也因为爱美被灰太郎抓过,带着粉色的蝴蝶结,看起来特别可爱。 女人化后的她颜值非常高,变身成为窑窕淑女的样子,宛如小仙女,怪不得费洋洋喜欢她。 第四位灰太郎,她的颜值本来是可爱的,只是在脸上多了一道伤疤,有时候看起来更加凶狠。 为了抓羊,灰太郎真是豁出去了,研究了各种武器,可依然不是小羊们的对手,很多时候在羊村的大门前就被打败,有时候好不容易进去了,小羊们也会使用智慧将她打败。 女人化后的她很帅气,有点狼王的霸气感,最让人意外的是两大主角同时女人化,看起来竟然那么帅,根本就不像死对头。 好了,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,喜欢的小伙伴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小一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